气势磅礴的鼓声中 揭开了新唐人亚太电视台 所举办的富而有得参会 云林场的序幕 新唐人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感 有这样的靠力 能够为世界的一个和平 真理而奋斗 而去做一些公正的一些报导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发现到它会把很多 事实告诉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 或是其他媒体上所看到的 很多不同的一些报导 结果从新唐人这边 得到真正的答案 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与与参会上有声乐美声演唱 中国古典舞展现柔美声段 还有精彩的武术表演 曾在新唐人第一届 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 亚太地区初赛中担任裁判的苏金苗 赞扬新唐人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深感敬佩 对于固有民属文化 实践遗失抹灭的当头 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能够愿意 起来大声疾呼的来提倡来恢复 我们一直深感敬佩 这一块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文化创意都是需要 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 借由富而有的参会 让更多的民众能知道新唐人 收看新唐人 知道我们新唐人这边 能给一个正确的资讯 活动最后 有品德教育动画主角小乾坤 和悠游自在的毛笔爷爷 表演洞洞操与来宾互动 在欢乐的气氛下圆满结束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永明 陈奕文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